各位语众大家好 咱们现在讲 一马星与其他神煞相并取向 本书的有这本资料的 有把资料打开到一马章节 其实这一堂课呢 内容接上一堂课的 还是看古书上怎样 介绍这个一马星 怎样说这个一马星 古书上说 带岛石路鬼者 一声 一声 枪令 一声枪令 极性过人 是尘态 极性过人呢 是指这个人狡猾多端 是尘态呢 是说这人是市井之辈 市井之徒 市井之流 体现出来的是红尘百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马呀 与岛石路鬼相并 岛石呢 就是萧神 这个我们学了 论岛石 这个 岛石就是萧神 这个路鬼呢 就是路头鬼 就是七煞 这个路鬼就是七煞 那么萧神 七煞 他们 命令这个马去做事情 于是呢 这个人就带有 七煞和萧神的心性 这是石神 这是石神新性 萧神新性呢 这七煞呢 是灵活多变的 萧神呢 是轨迹多端的 轨迹多端 又灵活多变 那体现出来的 真的就是红尘百态了 世间法如此 这是正常的 下一句话 说与石神充病者 生育人也 与石神 充病 这 生育之人也 这句话很好理解 就是与石神呢 相充或者相病 名声很好 名声很好 但是呢 有没有好的名声 其实也不是一匹马 就能决定得了的 那 那这个 你想啊 其实这道理呢 他这样说是有 有道理的 石神本来就是发 发挥的才能 才华 然后呢 受马 这种变动的影响 那就容易被别人所知 那自然 就会声音 这个声望传播出去 下面 说行年 玉马 与并福 同 主 并精 行年 玉马 行年 玉马 与并福 同 则主 并精 与官福同 主 官是 精孔 入宅舍 住口舌 精孔 但以碎重 吉凶 颜值 那么 这里讲的行年 是指 这里讲的行年 在古书上 如果遇到行年两个字 实际上有两个含义 一个呢 叫流年 一个叫小运 流年 流年讲了 咱们经常用到小运 还没有怎么讲过 初级班也不怎么讲 那么 行年是指流年和小运 那不管流年还是小运 这遇到一马星 就要看马跟谁在一起 这个马呢 如果要是跟病符在一起 表示身体不好 要生病 看他跟谁在一起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一马主变化 那跟病符在一起 就表示身体不好 要生病 一马主变化 到了这一年呢 身体变差了 那病符怎么起呢 太岁 如果在子 病符就在害 岁前一位为病符 太岁 如果在子 病符在害 也就是年之为子 那病符呢 就在害 如果太岁在丑 也就是年之在丑 也就是年之在丑 那病符就在子 其实是岁前一位 岁后 岁后一位 往回属一位 那如果跟官符在一起呢 如果跟官符在一起 所代表的含义 那官符是指 打官司的意思 那么一马与官符在一起 就表示这一年 有打官司的可能 有惹祸的可能 那官符怎么起呢 取太岁前五臣 日食欲止 太岁前五臣 太岁前五臣 日食欲止 日食欲止 日食欲止才算 比如啊 生肖为属 也就是呢 年之为子 假如呢 年之 为子 太岁前五臣 就往前属 子丑 银卯 臣四 丑 银卯 臣四 那么就这样数 数到四 年之如果是子 官符在四 卯往前属呢 假设年之为卯呢 臣四 五 卯 臣 卯 前面是臣 卯臣 臣四 五 卯 身 到身 这个呢 为官符 大家知道就行 官符 并符 那这个就是说 一马与官符星 与官符这个神煞相比的时候呢 就有打官司的可能 有惹祸的可能 入宅舍主 口舌惊恐 那宅舍呢 他也是一个神上 就是命前五位为宅舍 这个命前五位又不一样了 命前五位为宅舍 以日柱为主 比如说呢 甲子往前推五位 他是 甲子 假如说 日柱为甲子 往前推五位 甲子 以丑 丙银 丁卯 物臣 己四 那就是 甲子 以丑 丙银 丁卯 物臣 己四 到了己四 这里呢 为宅舍 甲子的宅舍 为己四 这个为宅舍 这就表示呢 如果呢 入宅舍 这就表示 这个马跑家里面来了 宅舍就是家呀 这马跑家里 跑家里 家里来了 如口舌惊恐 就是这个取向啊 很符合日常的情况 本来呢 假如家里没有马 然后忽然跑进来 一匹马 一匹大马 那肯定很惊恐 惊恐当然就大叫啊 大叫紧接着 就是一系列争端 因为这马不是你家的 要往这儿赶 然后吃了 吃了家里面的花 吃了家里面的东西 玉米 这个炒起来了 那口舌惊恐 这象就来了 但是呢 这些啊 它是辅助性取向 属于辅助性 什么病符啊 官符啊 宅舍呀 宅舍呀 辅助性取向 它不能代表流年极凶 所以呢 最后有一句话 但以岁中极凶言之 它代替不了岁中极凶 极凶是极凶 神杀是神杀 你比如说呢 假如流年为极 比如说某命主啊 他升官发财了 家里有点不和谐 潮潮小架都无妨 那如果流年不及 影响了婚姻 又遇到了马星 那么这家里呢 就不只是闹口舌 有可能闹离婚 闹上法庭 那这个就不一定了 再说一次 那与神杀相比 不管怎么取向 他还是先以 岁中极凶而 极凶言之 还是要先看这流年的极凶 然后呢 再根据这些辅助取向 来进行分析 进行断视 189 25 26 76 46 189 2526 7646 那么 这个神杀 如果呢 总的神杀体系呢 有400多种 400种左右 但是呢 常用的呢 是100种左右 如果再精简 大概有20种左右 若大家有缘 将来咱们一起 能够学习到 真正的形象法则的那时候 那就能再多学一些 神杀非常有用 他尤其对于取向啊 对于取向非常有用 我们在进行预测的时候 真正的 真正想要获取的结果 是希望 从我们的八字之中 从这个流年 行运之中 能够进行预测 这个预测呢 就是希望 这些取向 吉凶等等 能给我们以提示 以达到 虚吉避凶 化凶 这个逢凶化吉 起到一些作用 在我们进行人生选择 以及呢 这个生活工作安排的时候 有一定的前瞻性 捕捉到一些信息 所以呢 这个取向非常重要 形象法则 这个将来会讲 这堂课就到这里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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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